我上次上课的话 就是讲了这些东西 那另外的话也给各位几题 那个练习题 当然我们第四类一部分 那其中考试的话大家想一下 就是在那个 一二三四四类里面嘛 一类抽一题嘛 总共考试题 这样OK吗 就是在那个四十题里面 然后我随机 反正就是 一类里面就抽一题 那你就把考试 那当然没open book OK好不好 因为open book太简单了 因为那题目其实也没有非常困难 但是你要必须练习 要熟练它 然后考试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说 比如说今天考的第一类是 比如102 那你就把102题目打开 然后呢 就开始把那个程式 直接打在这个 也许你就开一个equilibus 然后把它执行起来 最后的话你就给我那个最后的 点py的档案就可以了 把那个点py的档案上传到云端 我到时候会开一个空间给各位 你把最后的结果传上去 那就完成那个考试了 总共有 就类似说如果你今天抽到是那个 第102的话 那你就把102 本来也许空的 你就先建一个model 叫A102好了 那你就把程式全部run完 然后最后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程式执行看看 如果ok的话 你就把这个结果呢 叫做102 比如说202 304 402等等的这几题 那你最后结果的话 你就把这四题的poi档 就传到云端上给我就可以了 那我之后的话 会再检查一下你们这个打的 Source Code 与Obo K 那另外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东西 就是希望 我会希望说 因为考试 这个原来的正常考试 它其实没有要你们做一些注解 但是你问你考试的时候 请你帮我在这个上面 再加一些注解好了 至少让我知道一下 你知道每一行每一行到底 它run的一个逻辑 还有就是run的这个执行的 你的相关动作 你就算会叙述一下 就是让我知道一下 不然的话 其实里面只有Source Code 感觉好像看不出来 到底这个你打 是不是真的知道说 到底你run的东西 是在做什么 ok 应该没问题吧 那大概就这样 应该对各位来说应该是 应该是一盘小菜吧 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吧 那你把它练熟之后的话 那我们不过考试时间会有限制 也许试题的话 大概顶多就一题 顶多给个十分钟应该就足够了吧 对不对 试题十分钟 不是一题十分钟吧 一题十分钟 十分钟 总共四十分钟考完 就是我们最后的时间 就是你四十分钟到了 你就不能再作答了 这样ok吧 因为其实 下周五 就下周五 考完 考完一定不早 考完哦 不过时间好像还蛮长的 不然这样好了 因为你们隔一周还会有练习时间吧 所以我会出一点点作业啦 也是大概出个三题左右 那你们回去把它做完 也是一样在绞教好不好 所以下周五 考完时就陪我们去玩 那不是还蛮多艳 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我之前有给各位看 那个台北市104年到107年的那个什么呢 住宅窃案的资讯 那请各位找到那个CSV这个党 ok 那把这个党把它下载下来 我们把它试着做个相反的练习 什么叫相反 就是我们之前是把这个 把全城邮局很多党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现在的话再把它做分割 那怎么做分割呢 基本上 当然我这已经做好了 这里面打开的话 就是总共有1234个栏位 编号 日期 时间 跟地址 四个栏位 那这四个栏位里面的话呢 它每一百笔呢 会有一个 中间有个断行 也就是说呢 它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分割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把这边每一百笔 帮我把它存一个档案 比如说第一个一百笔就是01 第二个一百笔就是02 以此类推 那以前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你图法链钢便你要复制贴在一个地方 存档0102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就是说我们 是用图法链钢的方式 而是用什么用自动产生 那这当然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 用之前写过的程式吧 其实哦 上次写过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为什么 因为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档案来源 还有可能档名这边可能不一样 因为档名我们是去抓那个位置 比如三重中立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我是要编号 那编号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变数 让他跳1跳2跳3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前面补一个0 010203 我不是要1234 我要01020304 如果说我要这边再加一个档名输出的话 最后分割出去 那并且最后把那个档 把它remove掉 那remove掉之后再倒过来再把它合并 诶 该怎么做 如果你用之前我们做过的东西 其实就可以马上改一改就可以用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也就是说呢 稍微把那个全省的邮局的地址的资料 把它做一个变化题 之前有讲过就是有几个步骤 包含就是说呢 你先检查一下 这里面的话 它是不是有 把它稍微缩小 第一个的话呢 先检查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all 如果有all就先删掉 不过目前是没有 因为没有合并 那也就是避免说 如果每一次呢 都有一个all 就一直合并进去 当然会有出错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利用那个os.work去检查一下 这里面呢 到底有几个档案 ok 那把这个档案的 档案的相关的资料呢 帮我把它return一个串列资料 放到一个files里面 也就是这里面多少个档案 有没有 档名副档名 他就帮你把这个 丢一个到appended 一个到这边 appended 通通放在这个files里面 所以这个files 是一个关键 是一个关键 也就是里面 都是放档名跟副档名的所有的资料 而且记得这个files一定是一个串列 ok 那所以呢我们要 假设我要针对这个串列做处理的话 下面一定会有个for i in range 或者当然你可以for each for each指的是全部 你也可以for each 把这个里面所有一个一个都取出来 两种写法都可以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三重的资料把它调过来 放到这边来 那第几个呢 第i个 第i个基本上从零开始嘛 那就先调到三重 然后再串 串什么串这个嘛 那特别注意这边 得到一个p的路径 路径特别注意呢 那这边我用那两个两个双引号啊 这边记得不能用小啊 如果你小啊 可以用的情况是说 如果你没有加上那个串接 如果你用串接有串接符号 你用小啊好像会失败 之前我试过是不行的 所以为什么这边没有用那个小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啊 这边有经过串串什么 串那个我们后面的路径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完整路径 也就是说三重点TSDA的位置在这边 那我要做什么把它开起来 并且把它读到哪里 读到C 那把它怎么样呢 再开一个O之后把它写出去 那这个地方比较重要就是 我们会多这个 换行会有两个 两个换行 所以这边的话两个换行 然后一个 两个 三个 来分别就把它写到O里面去 那中间会多 一个换行 就是多一个换行 一个空白 空白这个段落 然后全部合并完之后 再来就把这些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一样还是用用work 如果我要把这些删掉 除了哪一个呢 除了这个O之外的话 那我可以 写一个OS.work 跟他讲说 这里面的目录 帮我全部告诉我一下 那我要删掉它 就是OS remove remove哪一个呢 除了F 如果不等于O的话 我就把它删掉 ok 也就是最后只会剩下O而已 ok 它就合并完成了 那我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知心 合并完成 剩下O而已 ok 应该可以记得这个吧 这个是我们上次做的 那程式并不复杂 但是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写 我讲过 如果说你有习惯的写法 你可以用自己习惯的写法 都ok 应该没问题吧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要再把它分割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又写了一个分割 那分割好像稍微 稍微简单一点 我要怎么样把它快速分割出来 其实到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O里面 找到关键的东西 就是它中间会多一个换行 也就是这边有反斜线N 反斜线N 也要找到它的位置 那找到位置之后的话 从0到这个位置 因为index从0开始 找到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部分把它存一个档 存的档名呢 刚好就是这个三重 这两个字 那因为呢 这个index所应值从0开始 所以这个0 1 2 3 4 算到这边 刚好我们算出来 这个是15 16 ok 15 16 就把它当一个档名 把它存出去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那我们就把这边把它分割出去 所以基本上我把这个O开起来 然后呢 当它一直往下跑这个回圈 换回圈吗 当它不等于-1 不等于-1 不等于-1 这个意思是说 复1是说已经找不到什么 两个换行了 如果找不到的话是复1 找得到的话 它就告诉你说 那个位置是在 这一个字串的哪一个index值 它会把index值还给你 ok 然后呢就是去开它 然后并开一个档案 并且它的那个档名 因为我们要什么 要把它写出去 那写的话就是写从哪个位置呢 从p的位置 p的预设值是0 然后呢在找到的位置 所以p 这个s字串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类似串列来用 那它要串列的话 它就是哪一个字哪一个字 第一个字就0 那从第0个字到那个找到的位置 帮我把它存一个档叫三重 ok 因为位置刚好15 16 刚好就三重两个字 存档 那存档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p再加两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你要往后找 如果你没有把它加2的话 或者你还是0 它又找到一样的位置 又存一样三重 那没有意义 所以要让它往后找 往后找 它就会再找什么 找到那个中立的部分 所以它往下找 找到这里 两个字之后就往 从这边开始找 一样把中立这两个字调出来 找到哪里找到这里 并且把这个区间的资料 把它存成一个 党名叫中立的tst 哪一时内推 应该可以理解吧 直到什么呢 已经找不到了 后面已经没有两个换行的话 它就跳离这个回圈了 已经找不到的话就-1 OK 最后的话也把这个all 给remove掉 那就出现分割完成 应该有印象吧 这个我们其实花了蛮多力气 把它做出来了 OK 分割出来了 就这样子 有和有分 程式其实不多 但是我觉得工作上还蛮常用到的 而且这些东西的话 像fine fine函数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甚至你可以拿它做什么呢 档案型的全文检索 所谓的全文检索就是keyword的检索 比如说你下个关键字 我想要找到这么多档案里面 有没有出现这个keyword 那告诉我之外 你也可以把那个keyword所在 你不要把整个档案给我 因为档案我还要在找 你把那个档案的那一附近周遭的 可能20个字 帮我列出来清单 然后再来也去写一个超连结 点下去它可以马上再把那个位置 调出来给你 这有点像我们还蛮常见的 那个所谓档案搜寻 其实就类似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 真的程式不多 而且这种我以前写的还蛮多的 所以我对这蛮熟悉 但是以前不是用python写 可能以前用最早可能用vp吧 用basic写的 然后慢慢的话 也许再转成用java写吧 后来有php吧 jsp反正一堆或者用c-shop写 写来写去虽然语法稍有不一样 但是逻辑都一模一样 我只是把那个逻辑转一下 而改 但是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python真的写出来 程式是目前我写过最短的 真的 以前写好像感觉没这么短 ok 主要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python不需要宣告变数 这一点就已经赢了 不然以前的话你忘加吧 你要要宣告 你要宣告一堆变数 ok 这一点的话 python就不用宣告 像vba也不用宣告 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用这两个语 或者 开始想要什么变数不用宣告 反正他初始的话他就存在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全神邮局地址 这两个 那这两个答案我好像我印象中 这个source code 我云端上也有放一份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到云端上找找 那并且 请你把什么 我们刚刚还有个新的sample 就是这个 我一定要把它建一个资料夹 也许把这个也把它叫all 这样应该就比较清楚 如果我今天 对象不是tsd 而是csv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有一个edit 用那个notable plus 其实它的概念也都差不多 只差别就是每100笔 每100 有没有 他就是把它存一个档 那存档 刚刚是找到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档名 我们不是我们就存01算了 01 0203一直往下 所以我 待会会会希望说 一执行 就把它变成0101 一直可能到21吧 然后这个就把它删掉 那如果要再合并 把01到21又合并成 哦 这样子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刚好修下课 我们再下课 那待会再来看这部分 好 档案的分割与合并 那未来当然呢 如果配合资料库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把这些 跑个回圈 跑个回圈全部都倒到哪里 倒到资料库里面 那只是说有的时候 以前我们的做法 就是大部分都是把档案 全部已经丢到资料库 再从资料库全部再把它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再存档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反而要多个资料库 如果不是那么大的需求 有的时候反而多一个资料库 有点多一件事情 倒不如你简单的话 这样合并分割 你就这样弄弄就好了 不然以前 可能大部分想到就是 干脆先把档案全部都倒到资料库 然后再从资料库查回来存档 可是感觉就是 你就已经绕了一圈了 你明明东西在这边 你干嘛还要放到一个柜子 然后再把东西拿来拿去 就是一定要放在柜子里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我刚刚写的程式 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一个叫05的 05的创列 其实里面应该也有把 上个礼拜的程式 也有把它贴上去 各位参考一下 尽量还是用你自己习惯的语法去写 我刚刚讲的东西 可以把它试试看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是啊 绿啊